橄榄油到底好在哪里 挑选优质橄榄油有哪些标准 橄榄油适不适合高温烹饪 本期佳科基础班 为您解析安利皇后特级出炸橄榄油 各位伙伴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讲解的是 在安利微购平台上的一款产品 安利皇后特级出炸橄榄油 提到橄榄油啊 我估计很多朋友都知道 橄榄油好 橄榄油更健康 但是为什么更健康就不太清楚了 而且你会发现 即使咱们很多人都知道橄榄油好 但是真正愿意自己买橄榄油的人 还并不是很多 一追问啊 你会发现 其实很多人只是因为不懂得 怎么去选择橄榄油 外面的橄榄油明目繁多 有什么精炼的 特级的 还有什么出炸的 冷炸的 还有调和的橄榄油等等 价格差异又很大 大家怕买不对 所以啊 我们先跟大家来说说橄榄油的一些知识 首先 关于这个挑橄榄油 到底什么信息最重要呢 其实大家就记住两点 一是看场地 二是看工艺 橄榄油的经典产地啊 大家记住 就是地中海 沿岸地区 几千年前 奥林匹克不是给胜利者 要打一个皇冠吗 那个啊 就是橄榄树的枝条做的 可见这个地区的橄榄树的种植历史啊 十分的悠久 由于气候条件的适宜 也盛产优质的橄榄果 至于工艺呢 主要是精炼和出炸 先说精炼橄榄油 所谓精炼啊 其实它是一种化学进出的方法 因为有其他物质的参与 所以品质啊 肯定是不如单纯的物理压榨的方法 来得更干净 更纯净的 而且啊 它还是在物理压榨之后 再进行化学浸泡的 所以啊 炼出来的橄榄油里面 那些营养素的含量 就非常非常少了 你在外面 会看到一些叫做混合橄榄油 是在精炼的橄榄油基础上 加了一些出炸橄榄油 那第二个 要跟大家讲到的专业词呢 叫出炸 但注意啊 这可不是特级出炸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特级出炸呢 是指最开始的一道工序 炸出来的油 而一般的出炸呢 是炸取一道之后 再炸几道 这样里面 它的营养成分 肯定是比不上特级出炸的油 而且越往后炸呢 这个油里面的酸度会更高 这个酸度啊 可不是我后面要跟大家讲到的 油酸的那个酸 它是一种不太好的指标 所以啊 这个酸度值越低越好 一旦高了呢 表示这个橄榄油被炸了多次 或者本身就不那么新鲜了 大家要知道 国际上啊 有个要求 必须酸度值低于0.8% 才叫特级出炸 达不到这个值呢 只能叫出炸 所以说啊 特级出炸 是橄榄油分类中 级别高 品质好的橄榄油 西方称它为液体黄金 虽然我们国家 并不要求标注这个酸度值 但我告诉大家 安利皇后特级出炸橄榄油的酸度 可以达到0.5% 为什么呢 因为啊 我们是保证这个橄榄油 在采摘之后 24小时之内 就用于物理压榨的 第一道油 不仅营养物质保留多 而且啊 因为新鲜 它还带有天然的淡氧的果香 口感啊 也更加柔和 除了我刚才给大家讲到的 精炼和出炸 市面上啊 还有五花八门的一些名称 像是调和橄榄油 那是属于啊 在橄榄油的基础上 还加了其他的油 基本上呢 就不能算出橄榄油了 所以啊 大家也就明白了 为什么这一类油 也有橄榄二字 但却很便宜 好 现在我们搞清楚了 特级出炸 是橄榄油中等级高的 那为什么我们要选这个特级出炸橄榄油呢 它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好处呢 我在这里啊 不想跟大家讲的太专业 因为大家也不方便给顾客讲的太专业 总之 大家记住 三点 第一 就是特级出炸橄榄油里 这个油酸很丰富 油酸呢 是属于单不饱和脂肪酸 跟我们鱼油里面讲到的那个 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 都是属于好的脂肪 它的好处呢 主要是可以降低血液中 坏的胆固醇浓度 而且同时啊 还能提高好的胆固醇比例 还有一个好呢 就是这个油酸 加热过程中的稳定性很好 不容易生成有害物质 那这方面啊 都要远远好于 我们中国人常用的那些植物油 第二点呢 就是特级出炸橄榄油 之所以叫特级 还是因为它里面啊 保留很多的天然的营养素 比如说橄榄多酚啊 维生素1啊 胡萝卜素啊 等等等等 这些呢 都是很好的抗氧化物质 还有一种啊 叫角沙锡的油衣物质 这类物质呢 会被用在一些肤肤品中 能够起到远缓衰老的作用 而这个特级出炸橄榄油 恰恰是植物油中 角沙锡含量最高的 第三点呢 就是特级出炸橄榄油 采用的是低温榨取的 也叫冷炸 既不是人造的 也不是精炼的 不仅营养成分保留多 而且啊 在生产过程中 没有添加其他的物质 让我们吃的也更健康 好了 明白了这些橄榄油的优点 接下来再说说 咱们常见的一个误区 就是很多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 也听说了橄榄油好 生活条件呢 也能够完全用得上更好的油 而且啊 也意识到了健康肯定是无价的嘛 但是呢 不知道听谁说的 说橄榄油只适合做凉拌菜 不适合咱们中国人煎炒烹炸 我今天呢 要纠正一下 其实啊 橄榄油在煎炒烹炸方面 反而明显优于我们常吃的普通食用油 通过实验可以看得出来 即使煎炸了五次 十次 仍然更优 更健康 大家放心 橄榄油可以说是 煎炸炒焖炖 通通都适用 了解了橄榄油的一些知识后呢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次在微购推出的 安利皇后特级出炸橄榄油 具有着等级高 营养多 用途广 这几大优势 首先我们采用的是 第一道物理冷炸工艺 装瓶后 直接从西班牙原品进口到国内 确保了百分之百的特级的 出炸的橄榄油 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鲜果 从采摘下来后 24小时之内呢 就制成了成品 从而极大的保证了产品的新鲜品质 所以啊 在营养方面 我们不仅保留了橄榄中 很多天然的好的营养素 而且那个有益的油酸的含量 还接近百分之八十 烹饪时呢 不管是煎炒还是凉拌 通通都适用 同时咱们安利皇后锅 也一直倡导的理念就是 健康饮食嘛 因此呢 这个安利皇后橄榄油 应该说是与我们的皇后锅具 相得一张 我们做过试验 可以看出 通过皇后锅 能更多的保留橄榄油中的营养素 可以说是 好油配好锅 健康能更多 当然呢 我最后呢 也多叮嘱大家一句 虽然是好油 但也不是要号召大家 就撒开了油 我们畅导大家 最好秉承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呢 还是建议大家 少吃点油 但呢 一定要吃点好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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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